各位朋友 人民力量在星期五又跟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請了一位嘉賓 李墨小姐 李墨小姐要介紹 嘩 可能講五分鐘講不完 你不是整天這樣 你不是整天李墨小姐 即是叫做盟主 即是叫做盟主 你是這個好煙盟大聯盟的盟主 是 多謝你先了 大舅 是由這個本年年初 在立法會門口 附近這個區域 我們都做了半個盟友 即是跟你不打不相識 真的打出來 每一次我們在立法會門口抗議 或者去Lobby議員的時候 或者上去在裏面參加討論的時候 還有你 陳愛妍 其實我和麥姐最近一年才相識 但是老實說 過去二三十年 你的名字都聽過吧 聽過 看過 你的報紙寫一些小品文 一些專欄 有些文化方面 經常聽到你的名字 我看回你這本書 《帝院殘兆肉蒲團》 我當然要回到三級小說 我也不記得和蕭先生打過招呼 我有肉蒲團 他那是3D 你這個藝術性高一點 他那是色情性高一點 我稍微解釋一下 如果你不愛過肉字 這個書名是悶到你吐的 帝院殘兆又蒲團 直接不會有人揭開來看 所以後來 就特意放了這個肉字 就是慾望的肉 因為我的主角 那個王子 他十六歲 就已經是一定要 不是處男 做和尚 是的 十六歲也是處男 是的 不然他就會死 你知王室裏面 很多疾道 武則天那些 很多人都要入過這個寺廟 表示他不會再眷戀這個帝院 這個是打擊敵人的方法 那你剃光的頭 是不是暗示了 政府啊 你們其他那些人 不要懷疑我大舊 今天不是和你討論這些歷史故事 今天就是這本書來介紹你 就是因為李麥小姐 可以說是香港的 有真材實學的才女 我多謝你的感覺 過去二三十年有很多著作 這本小說最近 送了一本給我 也送了一本給玉敏的 你有沒有睡著了 沒有 其實他的創作很多 今天請你上來 你先說這些 大家都知道過去年紀 就只是見到我 常常在那裡 抗衣 又說可恥 又說什麼 就吵鬼山了 我自己都覺得 哇 曝光率這麼高 但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我暗地裡 晚上你們睡著的時候 我還在砌這個 十五萬次的小說 我不是離開了寫作 而是在那裡搞社運 關於那個所謂社運的工作 你都很多藝術創作 我看你作很多歌 詞 和口號 和你都作了一些詩 對聯 我看你過去那年多 有關對政府的大幅 不合理加煙稅 你帶領整個大幅加煙稅的行動 其實都充滿藝術 和充滿文藝色彩 是 因為如果你若然要我搞 這樣來講 如果我沒有顯示到我的特色 甚至是煙文 我身邊那些煙文的特色 很容易被別人以為是一般那些三行佬 對不起 我沒有說他們的意思 但經過政府禁煙的抹黑 使得那些人覺得 食煙就全部好像是那些金毛 或者是那些一腳泥的人 所以我尤其特意在這個人權的平等上 我特意使用到我的英文的朋友 和我自己的特色 我將它搞到幾高雅 其實你出了這一本 我這邊一百個為什麽 裏面都列了很多歷史的名人 包括政治 文化等等 就是很有權威 可以說是操控過去那一百年 中國和世界的政治的舞台 很多的有關人物 其實都是煙鏟來的 是啊 最出色就是毛澤東 和鄧小平等等 還有我們這些思想上影響的 魯迅 你喜歡的 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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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人 甚至是外國的 那些愛因斯坦 我們崇拜的文豪 馬克套溫 很多很多 我不明白為什麽在過去五十年到一百年之間 就是吃煙呢 他們是覺得是非常之有性格 還有是靈感的來源 也都沒有人掩著個鼻 在那搏手 是勵你的 那不知為什麽呢 近這三十年呢 就將我們變成妖魔 不要說近這三十年了 鄧小平死了都不是很久了 十幾年了 鄧小平當年見外賓 見你香港那些人 有誰夠膽疾了 鄧小平吃煙 他肯有一罐煙在吃煙 他吐痰你都不夠膽疾了 所以你說香港這些狗奴才 見到那些政治的權貴呢 就不夠膽吸煙危害健康 如果李先生 最近來那個李先生 他吸煙 如果不知道會怎樣 那個李先生 很多啦 去港大那個 校園是不准吃煙的 究竟那些中央領導人 有多少人吃煙 我們沒有統計 但是你看過去幾十年 剛才講過那八年的政治舞台 你中國毛澤東 宋美玲 鄧小平 你外國 你邱吉爾出名的 拿著大煙斗 你加斯特羅 拿著大雪茄 還有馬克亞瑟 很多的重要人物 都是煙不離手 當然我們理解到 吸煙危害健康 對健康的警告 但是吸煙不是 令到你健康變壞 唯一的因素 因為事實上 整個世界 很多東西 都是改變了它本身的能量 甚至 你說吃水果有益 吃蔬菜有益 但全部都改良基因的 甚至最明顯一樣 吃黃豆現在是沒有益的了 還會加快你的癌細胞的生長 這件事你就不知道 至於其他食物的影響 有很多研究處理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吸煙和喝酒 同樣對身體 或者對社會構成的影響 是不枉多樣的 而且喝酒 酒精對整體社會的經濟 對各方面的影響 比吸煙更加嚴重 是它的禍害 可以立刻立竿見影 因為第一 就是你沒有聽過 人家說 是吃多了煙 就口角兼打架 但是喝多了酒 就肯定經常在酒吧打架 第二 就是很容易醉嫁 撞死人 這是立刻發生的 至於你說二手煙 吃煙會有癌症 這些就不是百分百的 這些是個別例子 就好像我們政府經常都說的 是個別例子 因此我就有一個口號 那些報紙都經常用的 就是最有名的 叫做 扶酒滅煙 心河太偏 明顯 你就很文雅 當時我就做了一句話 就是富豪飲品酒 富豪飲品酒 就是窮人吃貴煙 窮人吃貴煙 你看到那個分別 因為國際很多衛生組織 包括很多學院 就是很多國家 法國 德國 澳洲 加拿大 美國 很多歐美 澳紐等地區的政府 和著名學院 過去20年 是不斷做了很多研究 那個結論 差不多一致 是認為喝酒的禍害 是嚴重的香煙 剛才你說了喝酒 譬如打架 那些保安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若妻的問題 若疑的問題 那些罪嫁導致死亡的問題 經濟損失很大的罪嫁 另一點呢 那個喝酒導致到 所謂那個生產力的損失 其實是很嚴重的 是 你喝完酒之後 第二天早上可能不能上班 或者是第二天早上班之後 那個人沒有那麼清醒 在那個生產線上 那個損失也都是很大的 所以很多研究呢 都是顯露 這個喝酒的禍害 在這個醫療啊 經濟啊 治安啊 等等方面呢 是更加嚴重的 但是我們香港的政府呢 就是最特別的 這件事 就是呢 真是很親疏有別的 就很自私自利 就是益自己的 就是人家可能煙酒都一起兇 一起兇 但是我們呢 就最不公平的 令到我們真的睡不著 都會彈起 粉粉不平 死了都會變成冤魂的呢 就是呢 因為你為什麼 酒還要免稅 就好像支持鼓勵去喝多些 但是煙呢 就說是 加到你呢 就是賣身家 當身家才有得吃 就是我自己呢 就是覺得這件事 是太不公平的 就是坦白說 在第一次去年 TVB也最早來訪問我 我就好像很囂張 那樣 二千元一個月呢 吃煙 就是坦白說 我又不是吃不起啊 不過那些 只有五六千收入的人 或者是那些 做辛苦工作 例如所謂建築工人 搬運那些呢 他真是飯後一支煙 他是那個relax所在 那你叫他這麼重的負荷 是否很可憐呢 相對來說 酒又不用錢 越有錢的人 越在這裡免費 不用水 免費 喝紅酒 你說 這是一個什麼社會 但是你跟周一我講呢 例子我跟周一我講過 你叫那些五六十歲 或者六七十歲 吃那些三四十年煙的老煙民 戒煙呢 不是一下子的嘛 但是你所講的那些老煙民的經濟 是收入很少 甚至是沒有收入 有些甚至拿中援 是吧 那你大幅加煙稅呢 是令到那些貧窮的低下階層市民 因為要省錢 而要繼續吃煙呢 他可能連那些基本的飯錢都要省 所以我的說法就是 你叫他戒咯 是吧 問題就是如果他戒到 他就不用吃了 因為你作為一個負責醫療 和一個所謂的學者專家 他本身是醫生來的 你明顯知道你的老煙民 那個戒煙是極為困難的 他一句話 你沒有能力就戒咯 即你見到那種糧薄 和那種漠視 這些老煙民 弱勢社群 弱勢社群 因為在七一 我相信你們都會看到 我們煙民那裏那條隊 是一開始打著一隻很大隻的弱節 英文就叫 disavantage the minority 就是minority已經很可憐 是啊是啊 但是這裏是有八九十萬 那麽多 如果包括和煙有關的人 或者支持我們不吃煙的人 是超過一百萬的人 那麽大的一個minority 我們香港有 為什麽 為什麽 剛才講過煙酒 政府的政策處理的分歧 是 為什麽 其實耗酒的人也不是那麽多 耗煙的人也有近百萬 那麽為什麽政府在政策上 可以無視煙民那麽政治的力量 而傾斜的程度 真是比傾斜的大地產商更厲害 你應該知道他們什麽原因 我等你說好些 我當然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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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是繼續免稅的 因為我們要很高興 香港現在已經成為 世界上一個很重要的紅酒雜散地 因為要成為紅酒雜散地 它給的優惠就是免稅 另外來說 但是我們的英文心裏面 就說你桌面擺著玫瑰花 紅酒雜散地 但是你桌底其實蓋著的是香煙 不是是屍煙、假煙的雜散地 接著3月之後到現在為止 《蘋果》很多的報紙 不斷地報導了 找到資料 證實了香港是屍煙和假煙的雜散地 我們講屍煙、假煙之前 講回政府為什麼這麼獨特、喜愛 和這個傾斜、偏袒、喝酒的人 而是狠打香煙 只不過在6月左右 我們就突然間揭曉了 原來為求目的 就不擇手段 原來就是為了 我們的周一駱先生 就可以得到這個世衛 頒他一個打擊香煙 即是有功勞的獎 其實香港的人吃煙 是不斷地在少 不過自從他上次加了稅之後 他還是增了少少百分之 我不知道他怎麼解釋 他說加了香港那個 食煙、年輕人食煙的人數 接著公布的數字 就說大幅下跌 加了百分之不知11還是12 即人口是這個英文 和過去近百分之20 那個比較是大幅下跌 那大教你有沒有看到 他到他頒獎拿獎的時候 我們全部在酒店門口 我們又送一個 私煙獎和假煙獎給他 那些照片 你知不知那件事 他後來很不開心 很黑面 周一駱的人是很自我 即是他完全漠視外面的社會 即是發生了些什麼事 我想香港那個政府的高層 由曾蔭權到類似周一駱 或者周一駱的副手 林卓慧那群都是 他們那群人生活在自己的圈子 那群朋友也好 那些官之間也好 互相吹捧奉承 即是好像那個粵語 有一首歌 有很多 笑馬猶人 我獨行 即是如在夢中的 他笑馬猶人 即是如果他是自己做學者也好 自己在家裡也好 你怎麼笑馬猶人 你怎麼獨行我不理你 但你作為一個局司局長 你是要負責七百萬人的福祉 你任何的政策 是影響這個市民 即是有時政策 你政策的目標 很多時都有矛盾的 你要一個政策 要針對某一些社群 必然會對另一種獨特社群 構成這個打擊 或者負面的影響 所以你的政策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你沒事的 譬如你說 我要香港市民的生活好些 我不是好像共產黨那樣 所有這些地產商 所有這些有錢人 我充公你所有的財產 平均分配 其實以前的人是以為會這樣 才去支持毛澤東 其實我處理那個煙的問題 跟共產黨毛澤東當年搞三反五反土改 其實手段沒有什麼分別 他拿著那個法律權利 拿著那個行政權 就去惡了 他完全不理政策對其他的影響 當年毛澤東搞土改的時候 就是了 總之我是要工農兵 我是要農民的利益 我就完全不理整體社會 也不理所謂地主的基本權利 這些就叫做一將功成 就是萬骨夫 很多政策 很多事都是這樣的 另外 他還要引蛇出動 最可怕的這件事 其實我最討厭這件事 他會怕死他的兄弟 一起作戰革命的兄弟 也會分駁他的權 或者是霸佔他的位置 那種事 我覺得是最傷感 在革命裏面 需要兄弟的時候 就是兄兄弟弟 打了江山之後 你身邊那些 就要排除異己 那些都是一將功成萬骨夫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我在立法會多次質問他 和梁卓偉 你們經常著重健康 煙你就要這樣加煙稅 和這樣禁法 酒你減煙稅 或者免煙稅你怎樣 屁都不敢放過 講都不敢放過 你每次一說話 他們的表情 好像死老爸 奧斯卡金像獎 他的表情就好像很委屈 梁卓偉 但是周一樂 我有留意 我有空都看那些精彩 好像很藐視 他托一下眼睛 兩眼反白 透一口大氣 又來了 好 我忍他 三分鐘五分鐘 給他說 然後就學了林公公 其實這個都是周公公來的 全班都是有關 講回他們 甚麼都不理 剛才已經說了 為求那個世衛長 不擇手段 其實我都為他們 覺得有些可恥 當然我們已經大叫可恥 可恥是我們最近 有時候不懂得說話 只是會說兩個字 我想你也是 這幾個月 阿屋敏 經常說我的詞會很貧乏 那你就用可恥 你是不是都 他也是可恥 你可不可以多想些 夠了 人家不明白 我想說甚麼事 他因為說 周一 梁卓偉 他就很美麗 不知道 就是文藝了 學巧了 他說 我們最主要 是讓那些少年十五二十時 不要碰香煙 OK 這個 因為這幾個問題 老人那些 我太生氣 就去徵求有沒有人肯說話 我真的有少年 有幾個十七到十九歲的少年 在我們的紀錄片上 接著又有老人 接近七十歲的老人 又說他怎樣戒不了煙 少年又說 而且有一天 其實很多次來立法會 他就找了很多東華三院 很多很多的戒煙 他就說 自容加了稅之後 那些熱線電話 就多了很多 慢慢慢慢 今天說的 又說減少 但是呢 大舅你有沒有發現 他一個現身說法的人 都拿不到出來說 有沒有 沒有啊 說我打電話 我又戒了煙 我現在幾開心啊 其實是很容易找到的事 為什麼沒有呢 相對來說 我們呢 麥姐我們 就在Facebook裡call 結果呢 已經拍了一個 有幾個月 就是有一個 原來他高大 就斯文 他吃了十五年煙 他走去那裏 說戒煙 怎知道呢 是三個禮拜之後呢 他一問他 你還有沒有吃 他原先吃一包 但是他那時候 貼了那個戒煙貼呢 是三個禮拜第三次覆診 他說還有吃五六支 他老實 怎知道對方那些醫護人員呢 就兩眼反白 那你不要再浪費大家時間了 那我想說什麼事呢 第一 他們態度是這樣 第二呢 就是 我那個朋友呢 年輕的朋友呢 他用了三包戒煙貼 因為他去了三次嘛 為起的錢呢 約莫六百元 但是我們的州局長啊 梁卓偉那些呢 時時說呢 過去政府已經用二萬元 給一個戒煙的人 因為他時時說 我們豪費他的醫療的資源嘛 為藉口嘛 總之所有藉口 欲加之罪 就何患無恥 那麼呢 他那二萬元 但是他現在來說呢 最近他又說會增加這個 就是給戒煙的醫療費用嘛 那譬如我那個朋友 他去了三次 拿了三包戒煙貼 價值六百元 那麼 那是二萬元給他戒煙的喔 戒到第三包他已經說 那不要浪費大家時間啦 你不會再去啦 那還有一個 一萬九千四百元呢 在哪兒使用呢 是不是全部都是 益了那些醫療的行政人員 即是那些專門支持政府 戒煙計劃的那些學者 是啦 那還有就是 即是那些狗頭學者 支持政府說 這個 打擊這個 吸煙 對呀 那個林教授那些 他那個研究中心那些 肯定是那些政府的資源來的啦 那有時我真的不怪他們 但是為什麼支持政府那些呢 當然是在那些創作方面呢 他是喜歡抄別人的那些 對呀 其實他抄那個朋友呢 都是我朋友來的 OK Linda 是啊 不過真的 阿Linda現在 如果我有心要做這些 這麼噁心的事呢 我可以 叫一叫 找一下Linda出來說說話 但是 他真的是 讀數來的 那個林先生呢 他是讀數專家來的 他可以讀一下讀一下 讀到吃煙有七千人死的 真的有時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支持政府那些人 都是一些充滿這些問題 哎呀他的創作性格肯定高過我 你覺得是不是 在這一方面 那就是 那些讀數那些東西 就是政府那個 就是針對吸煙人士連串的行為 就是加稅啊 還有就是各種地方都開始禁 那似乎對這個 所謂吸煙人士的基本權利呢 是完全沒有的 但是我們是納很多稅的 如果我一天吃一包煙呢 我現在是納12000元稅的 我的包煙而已 就是一個沒有民意認受的政府 這個小圈子選舉的政府 整班高官的富豪都是喜歡喝紅酒 那班就比較少吃煙的 所以就在政策上就傾斜 可能周江岳也好 曾任權也好等等 很討厭人吃煙的 他們一己的喜好呢 就決定了這個政策 這個沒有什麼好說的 你小圈子選舉 又不是我選去的 但是在整個所謂 就是加煙水的問題方面 關於煙民的基本的權利 和那些低下階層市民的苦楚 民主派的政黨都是闊老爛利的 這件事就是 所以我們好英文大聯盟 後來就變成一個口號 就叫做 稅債票償的原因 我們是 英文不會忘記 即是不止六四 哈哈 這件事 那個是大圍 但是我們英文是不會忘記 立法會那天 就是反對和支持增加煙水 他們是怎樣做 你見過這麼多民主派政團 我跟他們說話就沒有話好說的了 是 走啊 他們見到你是反過來 但是他們為什麼會 就回這個少數社群 或者獨特社群 那個基本權利 特別是基層市民的苦楚 他們可以這麼涼薄 這麼像周一岳的呢 大勢所吹 適時務者為俊傑 哈哈哈哈 你不是啊 你只是封空偉業 哈哈哈哈 我覺得是啊 真的很奇怪 打著一個文字做招牌 不過民建聯也是文字的 對 是 想不想聽呢 我們的經驗 是 有幾個 這些 就是 白甲派的人 他們真是答應 回去Lobby 他的同盟 就是很支持 甚至 陶謹申呢 他 就是給E-mail 回覆我們 說他是 就是 他支持這件事 就是支持你們那個 反煙 加煙水的很多 但是 這個 投票就是 就是 全軍盡物 就是 給我們來講 這樣 就是 所以 都真的 我們都會記得這些事 會記得 所以 有人要燒白甲 關於 這個 好煙文的 大聯盟 關於 這個 加煙水和 煙文的 基本權利 的問題 我們休息回來 再聽一下麥姐 跟大家 講講這個問題 是的